最近台湾人遭到人蛇集团诱骗到柬埔寨的事件层出不穷 光是台南市截至17号为止 警察局受理的案件就有33个人受害 其中只有3个人成功的获救返回台湾 对此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祭出了重金奖赏 全面启动拦阻海外求职诈骗 呼吁旅行社只要协助把关 根据规定成功拦下一名受害者就发2万块钱的奖励金 另外为了全面预防国人受害 台南市府也开始另案规划 让一般的民众也加入拦阻行列 跳入人蛇集团设下的圈套进行诈骗工作 如今获救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没想到逃亡竟然会在自己人生中真实上演 这名来自台南的理性少年就是飞往简朴在受害活生生的例子 一乎都是如出一策 就是以高薪然后免住免数一切都是招待的这种方式来引用 光是台南市截至17号就有33人受害 台南市府也祭出政策全面启动拦阻海外求职诈骗 市长黄伟哲也宣布只要旅行社业者协助把关通报警方成功拦阻飞往简朴在 疑似遭诈的民众因为就中赏2万元 市政府他也很确切的我们祭出了奖励办法 希望我们旅行同业先进能够配合我们政府的一个政策 这部分旅行社希望能够帮忙过滤 那如果因为这样在机场拦下来或在出发前拦下来 那我们就一个人2万块钱 重金奖赏成为全台先例 为了再进一步预防国人受害 市府也开始另案规划让一般民众也加入拦阻行列 就盼能够大大降低再有人掉入求职陷阱 记者黄富奇谈报道